大家好,我是河洛人,周末愉快 今天天气不太好 大家可以隐约听到外面在下雨的声音 那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出门 在家里面要做什么呢 不妨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做做手工艺 那今天就来研究一下 怎么样利用最简单的工具 帮你的景品稍微上一下颜色 可以让它质感 能够稍微提高一些些 那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方法 最基本的工具 就能够第一次入墨线就上手 好,那今天看到眼前的这几款景品呢 也是我之前稍微简单做了一点入墨的处理 好,首先看一下工具 那首先呢 其实你可以使用这种所谓的钢弹的麦克笔 这个叫做Real Touch Maker 这个钢弹的麦克笔跟一般麦克笔不太一样 它的头有两边 一边的是这种细长的 那另外一边呢 则是有点像毛笔这种笔触 这其实还蛮好用的啦 好,那之前我在另外一支影片其实也有介绍过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就不用这一种 好,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用所谓的墨线液 那我比较常用的墨线液呢 大概就是这三种啊 就是从右边看过来 这个是这个Duck Gray 就是灰色,深灰色 然后呢,黑色的入墨线液 黑色的墨线液其实好像还不太好买耶 因为其实它的需求量还蛮大的 然后最后呢 是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就是Bronk 就是咖啡色 这是入墨线的墨线液 那当然有了墨线液之外呢 你还要用擦拭的溶剂 那这个溶剂要稍微注意的是呢 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的溶剂 主要是性质不同 包含比如说肖基细的啊 法郎细的以及呢 压克力细 那像入墨线用的是 Enamel塗料 Enamel的Painting塗料 就是所谓的法郎细啊 那如果以田工来讲是X20 其他品牌当然也有 但总之就是你要挑选的是 法郎细的涂料 这个溶剂才能够适合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墨线液的擦拭 好那当然擦拭除了容易之外呢 当然你还要有棉花棒 这是基本的工具 好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之前我稍微做了一些 入墨线的处理的作品 比如说像这个是 Dr.Stone 新石纪里面主角 就是石神千空 那这个作品呢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冷门啊 我相信应该不是所有人都看过 但其实非常精彩非常好看 那稍微录了一下墨线 其实你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是它原来的样子 其实就非常非常干净啊 包括你可以看身上这个部分呢 都是没有做什么阴影的处理啊 那包含它的头发 头发的部分也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干净 那帮它稍微简单录了一下墨线 你看这个衣服的这个皱褶 以及它这个深浅这种阴影感 身上这些感觉呢 稍微洗一下 就会让它整个质感 就会都出来 包含头发这里呢 我也是稍微用灰色的入墨线液 去帮它稍微处理一下 那就会变得有深有浅 因为你可以看到 本来是全部都是浅色嘛 那稍微入墨线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有深浅的变化 看起来呢 就更有立体感 那另外呢还有什么 还有是像这个是Depul Depul那当然也是Marvel里面 最搞笑最恶搞的角色 那这个部分我也是用了 刚才看到这个是Bron 的颜色呢 稍微帮它洗一下 那其实我没有东西可以对比 但是其实如果你有食品的话呢 你稍微刷一刷洗一洗 然后涂一下墨线液呢 真的整个质感就会比较沉 比较稳重一点点 那最后呢 是这个是物极塔 物极塔的部分呢 七龙珠其实是最适合做入墨的 因为它的像这种打折裤啊 身上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深浅阴影的变化 那一般来讲它都不会做深色的入墨 它通常都是打阴影 用涂的笔涂 用那个喷涂的方式 做一点深浅的变化 但是在线条的这个凹陷的部分呢 其实它通常都没有去做什么处理 那因此如果你稍微像这样子去做一点点入墨的话 你会发现说 哇塞 这效果真的是满好的 好 那今天我们要示范的这个对象呢 是景品七龙珠里面的超战士猎传 第二代里面的第一张全宇宙第一的机斗 那里面其实有吉莲跟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是孙悟空自在升级翼的这个版本 好 那这个版本呢 其实最近也推出了不少相关的玩具或者景品 那比如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SHF系列的版本 但是SHF系列当然稍微比较高价一点 所以拿来做入墨呢 可能也会比较有一些风险 那这次用景品呢它就几百块钱而已 玩起来比较没有什么压力 那它的结构就是分成上半身跟下半身 然后呢还有两个地台的零件 其实很简单啊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好 我们全部把它给展开 它组装的方式也很简单啊 就是把地台像这样把它组起来 然后呢上半身下半身呢 像这样把它给结合起来 最后呢放在屁股这边有个洞把它插进去 好像这样就组装完成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帮它入墨线 那么首先我们拉近一点看一下这一次景品 孙悟空自在身吉义 身胜手之吉义自在吉义宫 到底是哪一个翻译我其实都搞不清楚 但总之呢就是银法孙悟空 因为它头发是银色嘛 好那它身上的这些鸡肉刻画其实是蛮厉害的 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立体 感觉像是刚出炉的面包一样 很想咬一口来吃吃看 那它已经做了基本的涂装 包含了基本色跟一些阴影色都有做了处理 那不过通常这种景品都是做一面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背面就是比较平淡 它就没有做什么阴影的处理 但即使是正面 你如果拉近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虽然说有深有浅 可是在这些凹陷处的部分它是没有做任何处理 所以反而是凹陷的地方是看起来是白色的 那我们这次就用这个露墨线的方式来帮它做一点点强化 那使用的当然就是这个咖啡色的墨线液 不过在使用之前要记得做一件事就是拼命的摇晃它 因为它的颜料跟溶剂很容易就放久了 颜料会沉淀 那因此在使用之前呢 记得要拼命的摇晃把它整个都摇散 摇均匀那涂起来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不然呢就会有可能变成这种深浅不均匀的状况 好那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支小笔刷 就像这样子 这个其实也是很贴心的设计啊 就直接你拿起来就可以沾着用 那当然如果你不习惯用这种笔刷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一般的模型笔来做处理 好那首先呢要怎么使用呢 很简单你就看到这些凹陷的地方呢 就直接把它给点进去 把它点进去 那在点的过程中呢它会自己去流动 好那但是当然你如果说不想要慢慢的等着它流动的话呢 你也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彼图的动作 就是前后这样刷一下 前后刷一下 好让它可以充满的走在这每一条凹陷处 好那像这个肌肉本身呢 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喔 所以呢当然在入墨的时候呢 它效果就会很突出 一看就会觉得哇这颜色就立刻就有入墨线的感觉 那因为七龙珠尤其是像孙悟空这种充满肌肉感的角色啊 其实它的颜色上面的表现呢 不用太担心 因为等一下会再擦拭喔 所以一开始入墨录得有一点点出去也无所谓喔 那因为我这边是为了拍照拍影片 所以呢我就涂得比较随便 而且我眼睛有点对视线有点对不到 但总之呢你在入墨的过程中呢 基本上就是沿着它的这些所谓的凹陷处喔 一个一个把它给涂上去 像这样子任意的游走 把它尽量凹陷处把它涂满 那甚至包含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伤痕啊 也把它稍微擦一擦擦一擦 让它能够墨呢能够走进这些 这些刻画凹痕的地方 好 那这肌肉很多喔 我就不一个一个处理 我就很快的大概做一下简单示范一下而已喔 那另外呢包含它的脸部的部分也是一样喔 它头上这边有皱纹 好这个眉头伸锁 那以及呢它眼眶旁边 这些都刻画的蛮细致的 那因为它是这种战士嘛 所以难免就会有很多的伤痕啊 比如说耳朵不会帮它洗 掏一掏耳朵啊 洗一洗喔 那不过呢它因为这一次它的头是跟着 跟着这个脖子在一起的喔 所以呢这个脖子的地方呢 有些地方可能不太容易擦拭 因此呢这些地方就尽量不要太深入喔 让它自己去流洞就好 让它自己去流 稍微碰一下让它自己去流 因为等一下棉花棒怕不小心会伸不进去 那可能就会有差的不太均匀的地方 但总之呢 让它尽可能的 把每一个凹陷的地方呢 都能够 墨线液都能够流进去喔 那这样子等一下处理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好 那我就大概坐到这边就好了喔 其他的部分我等一下全部 自己把它涂完 那最后我再来做这个擦拭的动作 好的 那么全部用墨线液刷过一次之后呢 你就看到它全身就脏兮兮的喔 就看起来好像是泥巴涂了满深 没有关系 这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了解 完全不需要有什么顾忌喔 就是拼命的给它乱涂就对了 那让它每一个这个凹痕的地方呢 都有录到墨线 那包含它的一些伤痕等等呢 都很清楚的都可以看到有墨线的痕迹喔 好那么涂了乱七八糟之后呢 那当然就要想办法把它擦掉 我们就用这个溶剂 那首先呢棉花棒沾一点喔 那沾的有点都没有关系 稍微擦一下就好了喔 那记得一定要把它盖上 不然稍微碰倒了之后呢 哇那就完蛋喔 好那么怎么擦呢 首先呢你就很简单就是 不用客气就是随意的乱擦 随意乱擦没有什么规则 就是基本上把它 你觉得不需要的地方通通擦掉就好了 因为反正擦过之后呢 它凹陷里面的东西会被擦掉 那其他的部分深 呃比较深的伤痕 或者是它的凹陷的地方呢 就会留下来喔 这就是墨线就是这样啦 当然它有更细致的操作方法 但是太细致我们也不会做 我们就做最简单最基本的喔 随着你的直觉 随着你的平着感觉去操作 就可以让它有不错的入墨的效果 耳朵再掏一掏 然后把脖子这边洗一洗刷一刷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呢 都稍微帮它洗一洗涂一涂 让它能够看起来稍微干净一点点 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 不过呢它当然也是一个体力活 就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花一点点力气 慢慢的细心的去一个一个处理 好那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序喔 这边我就快速的 直接一次就把它做完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成果会是怎么样 擦拭完毕之后大概就像这样 那这一次我是用深咖啡色 所以呢深浅的对比会 比较强烈一点点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重的话呢 也许可以用橘色的钢弹 real touchmaker 可以让它的颜色色调上面 会比较接近一点点 但不过因为我觉得它是 表现这个七龙珠超最后决战 这种比较激烈的感觉喔 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重的颜色来表现喔 这个深浅的颜色上面呢 喜好那就是看个人喜欢喔 那不过如果颜色重一点呢 它这个深浅的这种差异性对比感呢 会更加明显一些 再来轮到它下半身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完全相同的做法喔 就是利用露墨线的方式呢 去把它每一个衣服的皱褶 这个深线的凹痕的部分呢 全部把它涂满喔 那让它每一个角落呢 都可以有这样子深浅的变化跟对比喔 那因为裤子它本身的 这个衣服布料的层次纹理呢 就比肌肉来的更加的丰富 所以呢 这个部分其实在涂装的时候 就更不需要太担心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喔 那大概唯一稍微要注意的就是呢 它的这个分模线的部分呢 还是蛮清晰的喔 所以这个分模线的部分呢 就稍微尽量避开一点点就好了 那其他部分就也是一样喔 随心所欲 不然它这个露出来的肌肉的部分 也是可以就是尽情的去把它给涂抹喔 好那后面还有一大堆的工序 我们就直接跳过喔 就直接把它涂完之后 我们再来做擦拭的动作 入墨完之后呢 大概就会像这样 有点脏兮兮的 这个也没关系 那前面忘了讲喔 这个入墨完之后呢 你可以等它稍微干一点点 或者是呢 拿吹风机帮它吹一吹 能够让它的墨呢 可以尽量留到深处之后 固着在里面喔 好那擦拭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直接沾容易 就拼命的擦拭就对了喔 那因为它的裤子颜色又比肌肉来的重喔 所以在擦拭的时候呢 就不用太客气喔 也不用擦的太仔细 大概擦个七分八分 把那些很明显的脏污擦掉 其实看起来就会比较自然一些喔 好那后面还有很多程序 我就不一一示范喔 那总而言之呢 一样就是拼命的擦拼命擦就对了喔 那擦到一个 你觉得差不多干净的状况下呢 就已经算是完成了喔 好的那么擦拭完毕之后 就像这样 除了增加立体感跟阴影层次之外呢 你会发现说它的颜色上也会比之前来的更加的深沉一点点 好那最后呢 再把上半身也组合起来 今天的入末就大功告成了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跟心得喔 那首先呢 玩模型这件事是没有终点没有极限的喔 因为你想要做到多么厉害 多么复杂 多么精细都是做得到的 但是就要付出非常多的时间以及精力在上面 当然那也是一个乐趣喔 那对于一般人来讲 如果没有那么厉害的技术 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还有相关的工具的话呢 能够用最简单的工具 最基本的方法 就能够得到乐趣 体验到做模型的快速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喔 那因此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的做法 那透过这样的体验呢 我相信应该大家可以让自己的景品呢 可以有稍微比它原本的质感 会稍微提升一点点喔 但是呢当然你要做到很厉害呢 那今天的 我分享的内容也做不到啦 那这个就大家之后再慢慢去揣摩 但最起码你要会用对工具 尤其是容器的运用 是很重要的 好那希望透过今天这样子简单的示范呢 能够让大家累积一些经验值 那也可以体验到一些玩模型不同的面向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 拜拜